阿超第一次送外卖就遇到了奇葩的事 自己明明准时将蛋糕送上了门 可屋里的客户却迟迟不见出来 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身后的门却突然开了 阿超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便带着蛋糕推开了客户的房门 然而等他进去以后 里面却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 阿超正纳闷是怎么回事 谁知下一秒 直到看见有人回应了自己 阿超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可奇怪的是 时间很快又过去了两分半 然而屋子的主人却依旧不见出来 这下阿超可有些不耐烦了 无奈之下 阿超只能继续站在原地等对方忙完 不曾想就在这时 什么 他竟然又重复了之前说过的我 直到这时阿超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赶紧放下了手里的蛋糕 紧接着便朝女人的方向走了过去 可奇怪的是 里面竟然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这下阿超可彻底蒙圈了 他正纳闷是怎么回事 可紧接着隔壁却传来了一阵水流声 而等阿超赶过去以后才发现 原来是卫生间的水龙头被人打开了 更奇怪的是与此同时 阿超通过镜子发现 自己的身后好像多出了一个人影 他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 于是便壮着胆子拉开了浴室的帘子 阿超有些纳闷 因为这浴室怎么看都像发生过什么事故 然而还不等他来得及多想 门外却突然出现了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 阿超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可等他探出脑袋才发现 果然有一个小女孩静止走上了二楼 而为了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阿超随后也追了上去 眼见女孩走进了一间屋子 他也来不及耽搁 紧接着便伸手打开了房门 可等进去以后他才发现 里面摆放着许多小孩的玩具 似乎正是刚刚那个小女孩的卧室 可与此同时阿超似乎发现了什么 因为在不远处的床上 居然正躺着小女孩的尸体 这可把阿超给吓得够强 他赶紧连爬带滚地逃出了房门 可还不等他来得及喘口气 奇怪的是 这次只听见女人的声音 却没有看见女人的声音 阿超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于是便再次朝女人的位置走了过去 然而这步看不要紧 一看吓一跳 因为刚刚说话的那个女人 居然也惨死在了血泊里 这下阿超可彻底傻眼了 他哆哆嗦嗦地退出了房门 可与此同时身后却传来了一阵动静 结果等他转头一看 而等到了当天晚上 阿超的女友接到消息后 跑进了警察局 直到看见阿超并没有大碍 女友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而为了给阿超去取慧气 女友回屋以后还特地做了份蛋糕 可毕竟经历了如此恐怖的事 阿超怎么说都有些提不起精神 偏偏就在这时 女友切蛋糕的动作 又让他回想起了女孩死在床上的场景 他被这一幕恶心坏了 于是立马就跑进厕所吐了起来 女友明白阿超一定是经历了不得了的事情才会这样 于是为了安慰一下男友 他便直接一口作了上去 而这招果然奏效 很快阿超就恢复了精神 然而就在两人深情缠绵的时候 阿超却突然发现女友似乎有些异常 结果等他仔细一看 女友居然变成了之前的那个怪物 他被吓傻了 可下一秒 一个篮球却凭空滚了出来 并且还没等阿超回过神 一只手就伸了出来 眼见怪物离自己越来越近 阿超情急之下拿起了刀子 谁知下一秒 怪物却变回了女友 他以为这是怪物的障眼法 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又将女友给捅了九九八十一刀 可阿超哪里知道 眼前的女友其实正是爱他的女友 而自己之所以看见那个妖怪 完全是因为送外卖进入那栋房子时 就已经受到了诅咒 而事后得知真相后的阿超也因为承受不了打击 直接被送进了当地的精神病院 阿超